就是HA Premium Solution 然後今天要介紹一個叫Thanos的 就是Open Source 那它其實Thanos這個東西它其實開發了蠻久的 那我覺得它很值得大家去看 而且就算是學習GoLang 就算你沒有用 但你可以去看它怎麼架構它GoLang的那些程式 因為我覺得他們 不管是開發或review 他們都非常的認真 然後那些開源的作者 我覺得我蠻佩服他們的 然後你有問題問他們他們就可以 好那這一項是我同事幫我做的 因為他怕大家下午吃晚飯就會昏昏欲睡 所以我的主題其實就是 我們一起來學Thanos 然後認同幾東西 好那我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叫做我叫Kaxi 我公司的人叫我Kaxi 然後我跟前一位獎者Janes是同一間公司 然後我現在在UncleCV擔任就是Infra Team的程式的角色 那大部分就在屬於一些Call相關的 或是普通的媒體之類的東西 那我同時也是有參加就是GoLangSearch 然後幫忙找場地啊 喬事 然後如果大家對我 就是想要聯絡我就可以到Twitter或是Facebook上面 然後順便還是要工商提供一下 我知道我時間沒有太多 所以我就大概帶過家 就是我們公司現在 就是像剛才Janes講的 就是正在增長 然後正在擴大 然後你可以看到 我們裡面工程師像 就是像前一位獎者一樣那麼強 所以我相信大家進來就是 都可以學到東西 然後我們應該也可以從外面學到東西 這是我們想要 就是建構的就是工程師的方式 好 那今天的agenda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用DONOS 他到底解決了什麼問題 然後我接下來會介紹一下 就是DONOS的一些Controls 他到底怎麼 到底怎麼用這些Controls 去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最後是 講一下DONOS 他這個夸掘整個的論文 我這邊問個問題好了 在座有用Community Schedule什麼 超過的 超過的 那感覺大家應該 好不好今天都留很豐富 那我就在那邊現場 就我覺得 就是DONOS 其實 你單機去考DONOS 它是 它已經是構成很大的 它作為一個監控的長波能而言的話 單機考它其實 已經很厲害 因為它 底層NTSDB 的東西 它都有在改寫 所以 以效率來講 或是出成Beta 還是都是很不錯 然後它有非常多的 這邊有的一些用品 我覺得 因為在座很多人都 都有在用 所以我就一一追求 那 其實我們都知道 單台的商量 單台的Permitius很厲害 那 可是現在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Scaling問題 先假設 你有兩個Class 然後你上面 你都要安裝Permitius 去做嗎 那時候 就有一個問題 像是 你要怎麼去Query 各別 各別Class上面的Permitius 那一般人可能就會覺得說 其實我用 我介入一個Permitius 然後我就去 建兩個Source 然後拿這兩個Source出來看出來 那以這個架構來講 你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你沒辦法把這兩個Class上面的東西 混合在一起 就是說 你沒辦法做到 下面我有寫一個式子 你沒辦法用這個式子 就把 各別Class的東西都出來了 必須要 必須要各別的去設 沒辦法一起 所以這就是它的問題 那 Source 等一下我會講Source 的結論 那Permitius 它其實就提供一個方式 就是 Fader 那你可以再架另外一個 Permitius 從這兩個Class 中 拉取這些資料 那 你的 狗方案 它就可以 對應 Fader 去拉出這些資料 那以這個架構的話 它其實 會有一些儲備 就是 乍看之下 其實感覺很完美 這樣子 那 有一些儲備 像說 這個Permitius 它去拉 Carser 1 跟Carser 2 的資料 然後還要存在它自己上面 所以 等於說你一份資料 你可能會存兩個地方 然後再來是 假如說你Carser 1 上面的資料很大化 Permitius 它沒有Faderate API 你去扣它 如果你的資料太大 你有可能會太好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 還有一個問題是 假如說你Carser上面 可能是設 5秒 那你原本的 Permitius 那是House 你可能也想說 我也設了5秒去 去撈它 但因為它要有的關係 所以你可能 就要把時間 很大分 那你拉回來的 那個 採集的那個 就有可能 就是精準 就你可能要把它採集 下降 對 所以 你用這個Permitius 其實它就會 有一些些這種 這種問題 好 那更不用提 要是 因為大家知道說 我加一台 Permitius 可能它有時候可能會crash 所以 你一定無所謂 你就會想說 那我要加瑞迪卡 那有瑞迪卡 情況的話 這個情況就會更 更複雜 就變成說 那你Fader 的Permitius 它到底要從 你現在Carser上面有沒有 Permitius 它到底要從哪邊 撈出來 那撈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 因為Permitius 其實這個叫做它是去補 那你補的話 你可能Permitius 上下那兩台 撈出來的資料 它會有一些些 timing上面的落成 那你 拉回來的資料 你就會 就是你會覺得 不太舒服 就是它可能那個點 散落會 不太隱私 OK 好 講完剛才那個 就可以直接進入正題 因為我這個Talk 其實蠻短的 所以我 我會很簡單 考慮 然後 現在接下來 就要從Sarmes 它就可以幫你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首先 其實第一個我們要解決 就是剛才講的那個 這個Sarmes 它Define的文章 是GoProView 那其實Sarmes 它還可以提供其他的 所以 我稱這個是 三個願望以四盤子 就是 它可以提供GoProView 然後可以幫你做HLA 然後它還可以提供 那個 那個 這個 OK 那 講一下 講一下Sarmes 它的架構 它怎麼去解決這個HLA 你如果使用Sarmes 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 叫Keyron 然後它的架構是 它希望你在 LMAS上面 LMAS的機器上面 起一個 Sarmes的Site卡 那這個Site卡 它就會 固執 跟你的Keyron做到 所以你Keyron 你去 你去 那個Site卡的話 它就會把LMAS上面 資料 所以你就 你就不需要一直去Squid 每一個Sarmes 上面 所以它等於是 超過Keyron 去拉 下面的 然後我們再 就是再進去深一點 看看它裡面到底是 什麼程式 那其實一個 Keyron 就是它也可以去拉 就是 剛剛我們有講過 Uradic的情況 那 Uradic的情況的話 Donos其實它會去看 它的Tame 然後它會知道說 這兩個Rain 其實它用自動力做 所以那Keyron裡面 它還有10座 就是 所以它會把相同的 線 就是 就相同的點 它會把它 然後它會 如果你是拉 不同的Premises 它會把 它要拉的數據 再把它扣扔起來 所以它也可以解 剛才第一個講說 如果它是在 不同的法則 或是不同的Premises 上面 它都會在Premises 那第三點就是這個 就是 它提供了一個 就是 unlimited的東西 也就是說 你這個Premises 它其實 會不斷的把它 所有拉到的資料寫成 Blog 在你的Local Story 如果你只有單單 它會寫到你的Local Story 它會寫到你的Local Story 那Sitecard 它會做一些 它會再把 它會從Local Story 把那些Blog 拉出來 然後再傳到你的 一個Object Story 那現在Object Story 它Support 這樣子 像是 S3 去CS 然後其實 還有一些 好像 阿里巴巴商業的 反正就是 它其實把它做成一個 Blogging的架構 所以任何人 只要Follow 它那一個API的架構 你都可以 你就可以寫個Blogging 去Support 好 那 那剛剛講的 你剛剛前一頁 前一頁真的可以講說 我可以把Blogging傳進去 那要達到 unlimiting retention 的話 你的query就是 可以從 你要需要有一個架構 可以讓你從 那些OptureStorage 去把那些 Historical Data 拉出來 這時候就要 介紹一個 Conculture 就是Follows的Store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 在這邊我就介紹了三個 就是 Follows你有 query的Sitecard 你就可以達成 我剛剛講的 那三個 三個願望 那 你要去拉那個 long-term storage 你就要透過Store 這一個 這一個 然後 Sitecard 是負責的 那 他們 我覺得他的設計很優雅 你用這個說 他去 這個query的要去讀Sitecard 跟Store 跟Store 的 他都透過Store API 所以他把那個API就是 你自己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其實你自己也可以 implement 一個Store API 然後去 撈你要的 等等 所以你只要 on-field他這個API的 interface 的話 你就可以去控制 好這邊再提升一點 就是 那我們講一下Sitecard 那Sitecard 它到底做了什麼事 這邊有 細講一下 這Sitecard其實它是透過 Permisius Permisius的API 就是可以remote read 所以這Sitecard 它可以直接remote read Permisius上面 它在memory裡面 那Permisius呢 其實它每兩個鐘頭 其實Permisius是每兩個鐘頭 才會把它memory裡面的資料 寫到 你的DIS上面去 所以它每兩鐘 寫進你的local search 那Sitecard 它會 就是 收集性的去把那個 拉出來 然後再寫到 你的A3 那個bar 它整體的架構 是這樣子 所以 有了剛才那個之後 我們就可以達成 這三個講座 那其實呢 Sonus它是 有提供更多的Permis 就是這邊再多講兩個 就是 Permisius跟Rule 因為這兩個Permis 也是 蠻重要的 但其實 如果你只是想達成 剛剛講的事情的話 你只要 知道前三個 什麼用作 前三個其實就可以 Fulfill 剛才那個 那現在講這個 這個contaction 其實 它要做的事情是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 Permisius裡面 它在把它memory的東西 寫到DIS的時候 它就會做 contaction 這件事 它主要是想要把你的資料 變形 所以你的storage就可以 存更多的 sample的資料 那 你如果 adad status 其實它也會做一樣 就是它可以從 比如說 object storage 把那些blocks download下來 然後經過contaction 它就會 就可以讓它變配 所以它可以把 很多blocks 在contaction 這階段 就把它march起來 成為一個比較大的 那很多人可能會想說 我幹嘛要把它march起來 因為march起來 其實可以少 少掉 在這一路march起來 你可以少掉說 我的querier 去拉很多blocks 我還要把這很多blocks 的資料 再把它march起來 所以你可以省下 querier的工作 所以你可以在contaction 階段 就把這工作做 然後contaction 它 它也會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會設定你的 資料utention 像你的資料utention 你可能 你會設一年之類 那它會把 一年後的資料 contaction 也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過期的blocks 它會把它 然後另外 Synos的compact 其實還多做一件事 我覺得這很值得提 就是它有做down sample 這個東西 因為march其實它沒有做down sample 就是說 你所有資料都是raw data 那 Donos 它會把這些data 把它agricate成 就是5分鐘跟 5分鐘跟 忘記是不是1小時 5分鐘跟1小時 所以 當你去query 你去query一個比較長的 長的時間 比如說你query一年來 它就會去拉那個 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 那些 有時候會比較大的 這樣的話 你就不用一口氣拉 非常多的資料 因為 其實有時候 你去看那個 很長的資料的時候 你去拉那個 那個data 對你的意義不太大 其實你可能只想看 那個long term 所以它 有了這個打身回 這件事之後 其實對你去query這些資料 來講 效率會提升很多 OK 那最後講到的 是這個ruler 那ruler 其實這個東西 是要解決的 就是 其實 大家都知道 它有building 的long manager 其實你一台一台 的manager 都可以設的long manager 可是 當你的permessage 非常多台的時候 你就要考慮說 我是要每一台都去設定 還是說 我想要在一個地方 生存 那 這個ruler 它就提供這個提醒 其實你不一定要用 當你用的話 就變成說 你的query 你去query很多 很多的 dominities 的時候 你可以把你的那些 那個 那些along 的路 都可以利用這個 query去做 所以 這是為什麼它要提供這個 OK 那這個是 就是 sonus 它提供的就是reference 就是 當我們再加上 ruler 跟confer 其實會長得像這樣 那confer 其實 它只是一個stand alone 非自己run 的confer 然後ruler 其實也是 好 那 這邊就提供一個更複雜的 就是 你透過sumers 還是可以做 像這種 federation的事情 你可以在不同class 都見不出 然後你可以透過 一個query 去query其他的 因為query上面 其實有實作那個 store API 所以 query也可以去coach 啊 所以這是我說 它 defi的那個interface 就是情報之處 OK 另外是 其實你還可以用這樣 就是 這是一個 deployment的方式 就是 你可以想像你有 操作你的 集器跟stature的機器 但也許 你是沒有 也是沒有辦法 就是ASIS 直接ASIS操作 上面的東西 沒有那個 有權限 那你可以 利用 deploy的這些query 你可以讓外面的人 還是可以透過這些query 去query 去query 搭取hastage的上面 去做 那query 你同時 你也可以錄很多 所以query 自己也可以搭取 就是你可以 然後那 剛剛就大致就講完 就知道我選擇 那 我講一下他很多 就是我覺得這個project 就是 非常的 所以 他第一次 砍變的時候是2017 可是到2018年的時候 他們就 非常的 因為 其實這個project 裡面有 是有 在Therman 四人發覺 所以他們兩個 其實是 握手的經驗 然後 Therman上面很多 controller都是直接reuse competal上面 上面的 來源 像是剛才我講的那些 很簡單的 很多東西 那2018年之後 他就出了 就是0.1.0 這個來源 然後 0.1.0之後 就越來越多的使用 那到0.4.0的時候他就把他的網站也翻新了 所以以前的話很多人公平就是說 Document寫的不起草稿 那現在我覺得他的Document越來越廣闊 然後我也有就是去跟那個 就上他們slate的討論去 就說欸某些Document就link的錯啊 或是什麼hade的錯 所以然後他們都改很快 他們就大概一天就改了 所以他們現在幫助很快 然後到了今年就是7月的時候 他們就正式就加入就是CMS CMSF 這個project原本是某一間公司的 可是他現在就把他donate出來到CMSF 所以我可以預期就是他會越來越多一場 那這邊也可以講一下就是 他的production的adopt 其實有那個叫 那Monzo是英國的一間公司 然後製作理 然後他們公司也很大 然後還有阿里巴拉 然後當然要順便工廠一下 還有我們公司 對所以來我們公司就可以跟我們一起玩 對其實最重要是這個 好就這樣 我的talking就到這邊結束 感謝大家 看有問題 就我這個比較像是解敗人群的東西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